第八百二十集 禁忌二十三 禁墓地生平四年 更假公元三百六十年 春季正月二十日 前燕国主慕容郡在夜城对军队进行大检阅 想让大司马慕容克司空阳雾 统领军队进犯东进 恰好这时他的病情加重 于是就召来慕容克、杨雾 以及司徒慕容平、领军将军慕于根等人 让他们接受遗诏辅佐朝政 二十一日慕容郡去世 雾子太子慕容及皇帝位 十年十一岁 实行大赦 该年号为建西 前秦王福坚分私立之地 设置雍州 任命河南王福双为都督雍和梁三州驻军士 征锡大将军雍州刺史 并将他改封为赵公镇守安定 封弟弟福中为河南公 求持公杨俊去世 儿子杨氏即位 二月 前燕人尊奉可族魂后为皇太后 任命太元王慕容克为太宰 宗览朝政 任命尚庸王慕容平为太父 杨务为太保 慕于根为太师 参与辅佐朝政 慕于根 性格质朴 同时又有些倔强 他认为自己是先朝的有功之臣 所以心中就不服慕容克的管理 因此他的行为举止都很傲慢 当时的太后经常干预朝政 慕于根想要作乱 就对慕容克禁言说 如今主上年幼 母后干预政事 殿下应该防范意外的变故 提前想一想自我保全的方法 况且平定天下这件事情 是殿下的功劳 凶亡 帝己 这是从古至今的规定 等到先王的灵悟进攻之后 就应该将主上废处为王 然后殿下自己登上尊位 从而为大燕带来无穷无尽的福责 慕容克说 你喝醉了吗 怎么说这样的混账的话呢 我和你接受先帝的遗诏 你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来呢 慕于根面有愧色的谢罪 然后就退了下去 慕容克把此事告诉了吴王慕容锤 慕容锤劝慕容克杀掉他 慕容克说 如今刚刚遭受先帝大丧 秦晋两个邻国都在静静等待我们出现灾祸 而我们辅政的大臣如果自相残杀 恐怕就会辜负远远近近的那些民众的期望 所以我想 目前我们可以容忍他一段时间 秘书建黄辅真向慕容克敬言说 慕于根本来就是庸人数子 过去蒙受先帝厚动的恩宠被召来辅佐超成 然而他是个小人 根本就没什么见识 自从先帝驾崩以来 他行事举动骄傲蛮横 这种情况还非常多 越来越严重 最终他一定会制造祸乱的 您今天处于周公的地位 应当为国家深谋远虑 及早将他处置了才好 慕容克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慕于根又向可足魂氏 及前燕国主慕容敬言说 太宰慕容克 太父慕容平将要图谋不轨 我请求率领宫中卫兵去消灭他们 可足魂氏正要同意他的请求 慕容说 太宰太父二公是国家亲近 同时又十分贤明的人才 先帝选择了他们 将孤儿寡母托付给他们 他们一定不会干那样的事情的 你说出这番话来 我怎么知道不是太师你一想作乱呢 于是就没有同意慕于根的请求 慕于根又思念东土龙城 向可足魂氏及慕容信言说 如今天下衰败凋零 外乱不止一家 国家越大 忧患越深 不如向东走返回到龙城 慕容克听说后 便和太父慕容平商量 秘密地奏上慕于根的罪行 让右卫将军傅延 在宫内杀掉慕于根 连同他的妻子 儿子同党也一并杀掉 实行大赦 这时 前焉刚刚遭受了大丧 又诛杀了一大批人 宫廷内外的所有人 都感到十分震动和恐惧 太宰慕容克则举止如常 人们看不到他有忧虑的神色 每当出入宫廷时 只有一个人随从 有人劝他应该自己严加防备 慕容克说 人心正直恐惧的时候 我应当泰然自若 以此让他们镇定下来 为什么还要自我惊扰呢 那样的话 民众还能仰仗谁呢 从此 人心就逐渐稳定了下来 慕容克虽然总揽大权 然而对于朝廷的礼法 他却是小心谨慎 严加遵守 每件事情都要和司徒 慕容平商议 他从来不独断专行 而且他虚心对待读书人 向他们征求治国的良策 根据个人的不同才能 分别授予相应的官职 让人们可以自居其位 官署朝臣如果出现过失 也不公开宣布 只是根据具体的情况 进行调查和官位变动 并且不让他们失去原来的 等级次第 仅以此表示贬走 当时的人都把受到这样的处置 当作是一件非常惭愧的事情 所以没有人敢轻易触犯法律 如果有人出现了小小的过失 也都私底下互相责备着说 你又想让宰公慕容克 调动你的官职了 东晋朝廷开始听说 前燕国主慕容郡去世 都以为中原可以收复 桓文说 慕容克尚在 现在的忧患正大着呢 三月初六 把前燕国主慕容郡 安葬在隆陵 士号为锦昭皇帝 妙号为列祖 从各郡国争调的士兵 因为燕朝多灾多难 彼此之间互相惊扰骚动 许多人往往擅自逃散归乡 以至于从夜城向南地区 道路都被堵塞 太宰慕容克任命吴王慕容锤 为史池杰 征南将军 都都河南诸军事 燕州牧 荆州刺史 镇守梁国的离台 任命孙熙为并州刺史 傅延为护军将军 率领两万骑兵 在河南炫耀了一番 到了淮水这才返回 于是境内这才安定了下来 孙熙是孙勇的弟弟 匈奴刘卫辰 派使者向前秦投降 请求在内地 划给他们农田耕种 春天来 秋天走 秦秦王福坚同意了 夏季四月 云中护军贾雍派司马徐 率领骑兵袭击刘卫辰 满载而返 福坚愤怒地说 朕正在用恩信来安抚荣敌 而你却贪图小小的利益 败坏了大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做事情呢 于是他废除了贾雍 让他以不依百姓的身份 兼领职务 派使者将他掠夺来的财物 全部送还了刘卫辰 并对他加以抚慰 从此以后 刘卫辰进入关内定居 并且还经常向前秦 进献供奉 夏季六月 戴王拓拔十一间的妃子 慕容氏去世 秋季七月 刘卫辰来到戴国参加葬礼 顺便求婚 拓拔十一间把女儿嫁给了他 八月初一 出现日全时 谢安这个人 从小就享有盛名 朝廷前后多次征召他去 他都不救人 只是闲居在会计 欣赏着美丽的山水 阅读文献典籍 认为这样的日子就很快了 虽然他身为不依百姓 但当时的人 对他都寄予三公和相府的期望 士大夫们在一起议论说 谢安不出山 这叫老百姓怎么办才好呢 谢安每次游览东山 总是让歌女舞技跟随 司徒司马玉听说后说 谢安既然能够与人同乐 就一定不会不与人同忧 征兆他一定会救人 谢安的妻子是刘的妹妹 她看到谢家门庭险盛 而谢安却自甘寂寞 不思进取 就对谢安说 大丈夫不应该如此 谢安手掩着鼻子回答说 我怕难以逃脱兄弟们的命运 等到弟弟谢万被废除以后 谢安才有了近身仕途的想法 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正习大将军环温 向朝廷请求让他做大司马 谢安就响应了这个意向 然后去就任 环温心中十分高兴 以礼相待 十分看重他的才能 冬季十月 乌环的独孤部 鲜卑的墨益杆 各自率领数万部中 投降了钱秦 钱秦王福坚 把他们安置在塞南地区 杨平公福荣 劝福坚说 荣吉那些人 人面兽心 不懂得什么叫做仁义道德 他们叩首归附 实际上是贪图利益和好处啊 并不是真正的向往仁德 他们不敢侵犯边境 实际上是害怕军队的威势 并不是感激所谓的恩情 如今把他们安排在塞内地区 这样一来 他们就与我们的百姓混住杂居 等探查清楚了郡县的虚实后 他们就一定会成为 边境地区的祸患 不如把他们迁徙到塞外去 这样才是防患于未然的做法 福坚听从了这一劝告 十一月 东晋封桓温为南郡公 封桓温的弟弟桓冲为封城县公 桓温的儿子桓继为林鹤县公 前沿太宰慕容克 想任命李济为幼仆业 前沿国主慕容不同意 慕容克多次请求 慕容说 国家的各种事务 全都交给叔父处理 只有李济一人的事情 我请求独自裁断 于是就把李济调出了朝廷 任张武太守 李济后来忧郁而死 李济宙 我发现了 把他每个人都交给你 太刀了